另外五陽高架拓寬工程第一階段中立到陽梅路段 今天下午四點正式通車 預估可以紓解目前三分之一的車流 改善中立到陽梅之間的塞車現象 五陽高架第一階段的通車是中立到陽梅路段 南下旅客在內力交流道之後就可以上五陽高架 而北上旅客也能夠在過了陽梅收費站之後 進入高架路段 而高工局也呼籲駕駛人 長程車輛走高架 需要下桃園交流道的短程車 則是要走原有的高速公路 預計在長途分流之後 中立到陽梅路段的時速 渴望達到八十到九十公里之間